眼前这个男人叫阿贤 他天生就有残疾 以至于他从小就很自卑 虽然是名有身份的律师 但上班的时候也受尽歧视 阿贤暗恋青梅竹马小月 苦于一直不敢表白 唯一看好他的只有小月的父亲 林叔上班的游场面临倒闭的困境 但杨家这两兄弟 拿出五年前的抵押书催债 要坚守这家游场 由于双方一直争执不下 小月挺身而出要个说法 一时间貌美如花的小月 被杨家两兄弟轮流戏怒 阿贤想要上奸阻止 却被一脚踹开 幸好林叔收到消息 立刻赶往打斗现场将女儿救下 此时老板趁机把千条撕毁 这也彻底激怒了杨家两兄弟 慌乱之中 林叔措手误杀了人 还没等他逃出游场 就被赶来的警察捉获 最终林叔背叛枪决 临死前 林叔遇见阿贤 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小月 顿时间阿贤不知所措 并且望向自己残废的双腿 林叔看出了他的心思 随后他一把脱掉衣服 露出了文在后背的降头符咒 看清楚 看清楚了没有 这就是他留下的符咒 快把它抄下来 快点 你爸爸说 你小时候跟马来朋友学过找瓦文 孩子 你看得懂这道符 这道符只能用来保护弱小 绝不能利用他做坏事 否则 你就会死 死得好惨 随后林叔就被警察带走 而阿贤回到律所上班 所有人都让他打砸 只有小丽才是真的关心他 阿贤一直忍辱负重 毕竟他从来就没有自信过 等到晚上阿贤回到家里 把林叔的死讯告诉小月 小月顿时被痛欲绝 立花待遇地哭了起来 随后阿贤让小月今晚住在家里 方便日后照顾他 小月没有说话 只是望着他的双腿 阿贤知道自己很没用 虽然小月对自己的只是恩情 但女人也回馈给了阿贤 看着小月跑出庭院 他想追却迈不出腿 他恨自己残废的双腿 连保护自己心爱女人的能力都没有 随后阿贤愤怒地摔掉拐杖 我为什么会残废 我为什么会残废 就在这时 降头咒语的福祉也掉了出来 阿贤仔细地阅读着说明书 接着他便按照上面的方法 先在屋子中间挖一个大堵 直到深夜 这个大工程才完成 然后再端坐在大洞里 念洞将头巫术的咒语 没一会 神机的事情随即发生 大洞里滔滔不绝地冒出黑油 夜面高度渐渐把阿贤淹没 黑油里一个怪物正在诞生 等阿贤再次探出头来 竟然变成了一个黑色怪物 这就是传说中的南洋将头有鬼子 果然美女的危险太多了 独自在家就会被撬门 小月遭受了杨家两兄弟的侵犯 两兄弟一个污蔑干活 一个在屋外看少 这时有鬼子化成第二形态游击 从门缝偷偷潜入 有鬼子果然威力极大 一巴掌就把杨大哥拍死在地 此次行动阿贤虽然泪爬在地 但是却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隔天阿贤像往常一样按部就般的工作 无意听到金牌律师和巫女串通 要无限可怜小帅 从中赚取巨额赔偿金 然而阿贤只是阴忍 并没有为小帅打抱不平 今夜阿贤和小月共进晚餐 趁此击会阿贤和小月求婚 不料却遭到了拒绝 原来小月和高富帅油厂老板在一起了 也是的 小月条件这么好 又怎么会看上残废阿贤呢 阿贤看着两人紧闭的房门 还有两人AI的画面 在磅礴大雨下阿贤怒气冲天 原来女人都是一样 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 随后阿贤找到加油站 往自己身上狂喷汽油 直到他变身为油鬼子 男人向油鬼子苦苦挨酒 让他放过自己 善良的油鬼子并没有伤害他 而是晃晃悠悠的走出房间 男人虽然逃过一解 但也被过度惊吓的昏死过去 阿贤是夜晚努力为命除害的油鬼子 白天则是律所里的上班族 这天律所里接到一个新的案件 小美控告整容师手术失败 金牌律师抓住了信息差这个弱点 这边跟小美说 整容师是政府注册医师 小美要价15万 而金牌律师砍到1万 还要55分成 打官司打到最后 小美只得个5000块手术费 无奈之下小美也只能答应 阿贤虽然愤愤不平 但此时的她仍保持冷静 而跟整容师谈的时候 金牌律师要价15万 果然是大律师 说几句话就白赚了15万 与此同时 阿贤来到大律师的房间里 听到录音机里事情的真相 金警医生 上次她出工太少 简直不像个处女 客人不认账 这次手术可要做好一点 我还有四个小姐要来找你做手术 知道 医生 她的脚要照打上 下半身局不麻醉 不用绑了 果然是个黑石医生 做手术连麻醉都不用打 为民除害后的油鬼子 急忙逃离 殊不知自己的行踪被小胡子盯上 油鬼子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 小胡子则踩着单车一路尾随 透过房屋窗户 他发现油鬼子原油的秘密 男人邪魅一笑 果不其然 第二天阿贤一上班就接到威胁电话 小胡子抓住阿贤的把柄 以此威胁敲诈她 阿贤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早就在码头的小胡子 正等待着阿贤的到来 他早就计划好了脱身方法 选在码头会面也是因为 完成化作油鬼子从水路来 他知道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于是毫不留情地来个大沙特沙 虽然小胡子们实力非凡 但远不及阿贤的一根腿毛 没一会小胡子们纷纷领了盒饭 小胡子本人的盒饭虽直弹倒 人人有奋勇不落空 刚回到家的阿贤精疲力尽 这是关心阿贤的小丽 特地来到家里探望她 阿贤担心身份败露 只能聚客一律不接待 但小丽却无意发现 门上和地上全是油字 她心生疑惑 联想到这几天的新闻头条 看到每天来上班的阿贤 都疲惫不堪 接着小丽鼓起勇气 邀约阿贤去小丽家做客 原来贤惠小丽为阿贤准备了一大桌菜 她知道阿贤最喜欢吃咖喱鸡 还特地做了一大盆 为了挽留阿贤 她告诉男人油厂老板和律师狼狈为奸的事情 当初他们故意设局 就是为了撕毁欠条 以此抬高油厂倒卖的价格 就连女友小月也是随便玩玩的对象 而且还准备让钱给杨二少 得知此事后 阿贤忍无可忍当即就想报仇 这边油厂老板给小月写了字条 邀请她到油厂业会 可等待她的确实丑陋杨二 最后小月惨遭侵犯 醒来的她对生活满是失望 看见办公室里有说有笑的两人 才明白自己只是个小丑 她看见地上的尖刀 像是特地为她而备的 当即便自寻短剑 等阿贤赶到现场时 一切早已无法挽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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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来 还有 啊 来 来 来 为了给心爱的女人报仇 男人决定让凶手一命长一命 他第一个对付的就是金牌律师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是经由他一手策划 只见有鬼子瞬间从大怪兽 变成了一滩汽油 然后以动车速度跟上了大律师的车 律师早就和秘书两情相远 只是碍于律师老婆 两人一直没机会共度良效 只能在车里暂时解决 随后两人把车停在半路边 静静的释放着工作压力 两人对窗外的事情毫不知情 有鬼子也静静的潜入车里 很快两人便被掐死在车里 与此同时 小黎又来到阿贤家里 并且发现有鬼子的秘密 女人亲眼目睹了阿贤的变身过程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和阿贤撞了个正着 阿贤虽然处于本能 拿起刀保护自己 但她没有对小黎下毒手 她现在是个杀人的魔鬼 出于良心和道德观念的限制 她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于是请求小黎帮她解脱 但现在她还有两个仇人 严而还有油厂老板 在干掉这两个人 阿贤才会金盆洗手 另外一边 警方已经来到律师事务所调查 律师和秘书的死因 所长把事务所的所有人 都列为嫌疑对象 并监控了他们的电话 唯独没有怀疑双轨残疾的阿贤 可能觉得他压根没有作案能力 这也给了阿贤行动的机会 小黎知道阿贤还要去找杨二报仇 于是拨通电话告知杨二 让他万事小心 没想到公司电话早就被监控 小黎就这样被带去警局调查 随后阿贤又找好变身之地 爬进油桶等待变身 得知消息的杨二非常害怕 他请了很多武林高手保护自己 数不知有鬼子的潜入方式 是化作一滩汽油 虽然有很多打授作证 但确实不如有鬼子的一根腿毛 这个油鬼子被砍下头后 还有重生罪欲的能力 就算手脚头被砍掉 都会光速重新长出来 得罪贤哥的结果便是 杨二被活活打死 如今只剩下一个油厂老板 此时的他带上所有身家 准备连夜撤退 可他已经羊入虎口 难逃阿贤的手掌心 有意思的是阿贤先一本体现身 随后才来到油桶前变身 尽管此时小力已经带着警察赶了过来 油厂老板还是再结难逃 此时的阿贤已经丧失人性 连警察都不放过 这也不能怪小力不留活口了 只见他拿起火炉中的火把 点燃了油鬼子 breaking buying 出来 ll Device kung方面 优优独播超新长出来 英优典严重 砍掉 让第二 ž独角 现在直接骗当罪 America 怎么打了 lassen 换云 镇 剩冘独胡 来